大家知道成龙的儿子姓房,名祖名,他为什么姓房呢?他老爸姓成啊,原来,成龙只是老爸的一名,本名是成岗生,一听这名字就明白了,是出生在香港的。 可是,成也不是房啊,原来,祖名的爷爷本来是姓房的,叫房道龙,他老人家后来改姓了成,至于为什么改姓? 还和大力有一点关系,房道龙1914年出生在安徽,走年爱好刀枪棍棒,喜欢功夫,一朝一时还是很不错的,在他快二十岁的时候,抗战爆发,他去参加国军,打算为国杀敌。 他本来是去参加陆军的,可当时正赶上大力的人也去招人,他凭着自己为两下功夫,属于有特长原始,就被后者给看中了,他就正式加入了军统,而且为了保密,大力让他改姓了成,培训了几个月后,他就被派出去执行了几次任务,都顺利的完成了。 后来去刺杀一个汉奸的时候,他和同事踩了几天的剪,志在立德的一定要的目标的命,克林镇的时候他的枪是意外走了活,结果汉奸听到枪响,立即逃跑,导致行动失败。 这一次失误,让大力很生气,直接把他给开除了,他只好在南京开了一家,压麻布店,做起小生意过活,日军打到南京后,他只得逃亡,辗转去了香港。 就是他和袁佩也失散了,在不知其生死的情况下,就在敢娶了第二任老婆,很快他们就生下了一个儿子,取名成长生,此时他已经39岁了。 在香港,他,我们的日子过得也比较辛苦,经人介绍,去给一个英国官员做厨师,妻子也给这家人做女仆,虽然发不了大财,但小日子也还过得下去。 在儿子十几岁的时候,英国官员转着去澳洲,想把房道龙夫妻俩一起带上,但是孩子不能一起去,夫妻俩没办法,只好让儿子去学戏剧。 这个儿子自小受父亲影响,爱好功夫,学了戏剧以后就进入了电影业,正好改上七十年代功夫片大流行,当年的无奈之举,制造就了一个国际巨星,真是冥冥中自有建议。